小晴姐 小晴姐 是不是有我的快递啊 对 小晴姐 谢谢 欧曼妮 钟晓晴 太好了在这儿碰见你 我一直想着还你钱 上去店里没找到你 我去给你拿啊 您 你认识她呀 对啊 怎么了 她就是那个死对积分的销售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没有什么证据 能够证明你所谓的清白对吗 真的不是我 我没有死对积分 现在已知和清晰的事实 积分和消费券都在你名下的卡里 既然有利可循 人肯定是不能再留用了 并且我们也会通报各大商家 对这件事情严肃处理的结果 开会呢 你干吗 许总 我可能能帮她证明一下 万一不是她干的 她要是被冤枉的 那以后她在这行都没法待了呀 钟晓晴你干吗呢 其实不用很麻烦和很多时间的 你们去查一下 前天下午三点到三点半之间 四楼摄影台 这让大家存在是不是那个时候存进去 就行了 对 停 就是她 放大 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呀 这不是咱俩那天巡店的时候吗 对呀 我那天正好经过 听见她在说你的名字 我替你事吗 我替你事吗 好 在这里清下面 情人节吧 名字一样 长相差好多 可是这个人我肯定不认识的呀 又是觉得有点眼熟啊 他会不会是你们顾客啊 要不然你翻翻朋友圈 这个都再看看啊 有了 有了 她是琳达的朋友 就是她 我是不会道歉的 我辞职就是了 琳达 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 你干吗这样 不爽不高兴成吗 这个店里 不是只有她王曼妮平民 我每天也是占满十个小时 旺季的时候我也是三天五休 销售主管的位置 我也等了两年了 她凭什么插队 就因为运气好 那个大单子砸到她头上 是公平吗 那是我努力挣来的 不是你努力了 就可以抵消我的努力 但是你占了我的位子 我就没位子了 我也不想再这么继续耗下去了 特别没劲 没劲就不要干 谁被你这样的人爱上了 真的 你这坑同事 你确实不太对吧 我们就少说两句吧 行了行了 大家别闹了 这件事情 毕竟关系曼妮 要不要报总部处理 曼妮 你做决定吧 曼妮报 曼妮 那就按照规矩吧 怎么处理我 就怎么处理她 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歉 去吧 她们都要 roof 就是每个步驟 我还能把势连你 还能把势连你 你倒还是按照 你还能不蛮弱的 我一眼一眼 你那是不再摆你了 你到这里 你别摆你了